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在这一段中呢,我要介绍这学期使用讲义的一个原因,以及选用新的教科书的一个说明。 那同学应该都知道,过去几年我主要都是运用个人的一个字编的讲义呢,来进行教学。 好,那原因其实是,即使就算是教科书呢,每一个教科书内容其实都是教科书作者自己个人的学习心得。 那我自己是认为说,我自己在统计跟研究方法上面,我自己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那我是希望借此把这个,把吸收消化知识的榜样呢,传达给各位同学来去学,来去那个去融会它。 好,那这学期呢,我们使用的这本书呢,是今年三月才由双业书局出版的,也是一本国外的翻译的教科书。 好,那他的,那这次教科书的官网,请你们就是直接去透过专业书局去订购这本书。 那还有在,还有请记得到官网上这个地方呢,去下载这本书的一些附件资料。 那为什么这个稍后我就会做说明,那我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我要选用这本书的原因。 首先在过去我两年,我主要是选用的是国外阿隆,也是心理学家阿隆夫妻呢,所编写的这本心理统计学。 不过他经过国内黄雄龙老师等人的翻译,把它改成说跟林青山老师著名的这本参考,这本教科书同样的名字。 那为什么之前选用这本书,因为他有提供初学者许多学习上的建议。 还有他也有给了许多诀窍呢,给数学程度比较不好的同学。 你们如果有看过这本书,可以去从他的序言跟他的封底的一些摘要重点去了解。 另外呢,他每一张都有很多的篇幅去介绍统计学家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就是让同学就知道说,统计学的知识呢,其实不是只限于冷冰冰的公式,或者是数学推导而已。 之前也已经跟各位介绍过,其实统计的数理原理其实是跟我们这种心理教育和行为科学的统计权呢,还是有一些范畴上的不同。 另外这本,因为阿隆夫妻这本书,他的范例跟习题呢,是比较浅显异的。 那我的讲义其实也有不少的范例,其实从那边改良过,是改编过,过来的。 因为他这本书呢,也是有在持续改版,就我现在手上掌握的资料是他现在已经是到第六版。 好,那相对而言,那林青山老师他的那个数学,他的每个统计概念或是公式,他的数学原理解释的比较清楚。 那相对来说也就提高了同学学习的门槛。 另外呢,他之所以现在还被很多老师拿来做教学材料,因为他的公式符号呢,是符合现在的那个学术格式。 那我是认为同学如果要学习的话,就直接从那个现在大家通用的那个符合格式的,呃,公式符号呢,来去运用就可以。 另外这本书,林青山老师这本书,他其实有包含到研究所层次的高等统计学。 连有些,很多研究生现在写论文,他们都还会用林青山老师的书当参考书。 好,那另外相对于他的翻例跟习题就比较有挑,有挑,有挑战性。 那我是觉得,呃,有,很少有题目是,是那个,就是以初学的学生呢,比较难去克服的。 好,不过今年的教学方式,我是想看看克维同学能不能够从中间,能够找到克服的一个途径。 好,那另外,那这两本书比较,呃,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他,呃,这本中文版目前最新版呢,是根据英文版第三版来做翻译。 那但是第三版,原文版就已经有很多错,所以,中文版他就是把错的一般也把它翻过来,好,那这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另外,就是林青山老师这本书,他是二十几年前的著作了,那他比较没有把衔接当代行为科学呢,运用统计的时候,在考量的一些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我在之后的课程,在适当的地方,我会提出来给各位同学来思考。 好,那,那在这个原则上呢,我们之后的每一个讲义主题,在你们现在手上拿到的这学期的课程大纲。 你们会看到每一个,每一次的上课其实都有搭配到,那个Kids跟Green,他的章节的内容。 那当然,那个讲义的内容还是以我自己,个人自己,所习惯的,呃,新,所习惯的那个学习的方式为主。 当然这个就是,那各位同学,那另外呢,我会使用,那个,在这本书的符号写。 因为他跟林青山老师的心理教育统计学用的符号是一,是一,是一,一致的。 那这点,那他的符号呢,都有整理在,在商业书,书局上面,他所提供的那个附录资料。 好,所以请同学,一定要,一定要记得去下载。 那这是以后的讲义,那个还有,还有作业演练跟考试。 我们都会以这些符号为准。 好,那另外我在上课的习题演练呢,我会,我还,除了从Kids跟Green的书中呢, 我还会从阿隆的书跟林青山老师的书中的习题呢,去抽出来给各位同学的练习。 所以同学不用去,去担心说那个,只有一本书的话呢,看答案很容易。 好,那最后呢,就是我这个过程,我是向同学呢,去建立自己。 从这里去,建立起自己各个人未来在学习,生活或工作上,你自己会去运用的,你自己可以去运用的,所谓的工具库。 那这个工具库呢,其实是,可以是,可以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也可以是一个很具体,你自己有一个,有一个随时,可以拿来解决问题用的,工具的,的一个集,一个集合。 那这个未来我会跟各位同学在做进一步的介绍。 好,那这是这一段的那个说明。 这个可以来在击梦船游,所谓。 我为我们现在不要发现,我们是 уже数多集合 Calc区� town。 感谢观看